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叫感同身受 说的是在重庆一个地铁站 一位孕妇坐扶梯的时候 祸从天降 这个墙边上的瓷砖脱落 竟然砸中他 导致他在医院里面两次心脏骤停 输了四倍于一个成人量的血液 人保住了 但是户中的婴儿没保住 这是一件很痛心的案子 但是又那么的让人觉得这个场景 非常的熟悉 像我们小区目前这个所有的楼啊 几乎所有的楼的这个外墙脱落 非常的严重 经常掉落 有的时候还会掉落在这个楼梯道的出入口附近 这个想想也都是很吓人的 毕竟都是一些小高层 不管他从多少楼掉下来 砸中人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也敲响了一个警钟 虽然这件事情有一些争议啊 就说这块墙到底归谁管 是地铁方面呢 还是这个商场啊 他这个地方有个永辉超市 还是归属于其他方面 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 当然鬼交方面说我们已经全程陪同 全程垫付啊 但是这件事情 鬼交肯定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而相关的物业的这个管理责任 也一定要追究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区里面啊 外墙脱落却没有人管啊 以前曾经允诺的这个维修呢 现在又变成了信口雌黄的一句空话 真的很让人痛心 类似的事情 相必很多小区都有同样的恐慌 如果再砸中一个孕妇 那后果怎么办